5月15号也是世界节节关怀日 医师表示,节节硬化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患者因为基因变异,包括大脑、心脏、肾脏等器官都会长出节节小肿瘤 造成患者癫痫、心律不整、还有肾水肿等等的问题 因此很容易会被误诊 拿着棍棒敲出美妙的节奏 这是13岁的佳化最喜欢的打击乐表演 而事实上佳化在6个月大时因为便秘就诊 发现他有肾囊肿和病高血压的问题 15个月大时又因癫痫发作 仔细检查才知道他大脑、心脏、肾脏 甚至眼底都长满节节 被确诊罹患节节硬化症 我的脑部的神经接到我眼睛里面 就很像很刺眼一样 而且有时候又觉得刺眼到看到东西 不知道是变成像什么的东西一样 心脏也是要定期回诊 做超音波 脑部就是看脑神经科 就是每一个器官就是看好几颗 医师表示所谓节节硬化症 是一种遗传性基因变异所产生的疾病 因为控制细胞生长的刹车基因出了状况 所以身上很多器官会长节节的小肿瘤 最常见的是皮肤会长出血管纤维瘤白斑 脑部如果长节节会造成癫痫 如果是肾脏长节节则可能造成肾功能低下出血 严重的话还可能要洗肾 根据统计节节硬化症发生率 大约每一万人当中就有一位患者 依此推估台湾可能有超过两千名患者 不过这种疾病是多重器官问题 很容易被误诊目前医界只能症状治疗 人无法根治 记者蓝水美陈立峰台湾报道